《流亡暗道》 POE MOBILE 將於明年 Excel.com 公開 beta 測試日期 《忍者亂太郎 無限之湖大暴走之段》 預計今年秋季推出 《萬國覺醒》開發商新作《龍羽紛爭》 CODE OF DRAGONS 開放事前登陸 主打輕鬆砍殺的動作冒險遊戲 《迷宮傳奇》Librant Legend 推出了全新續作小技遊戲《迷宮傳奇2》 我們將接續討伐魔族的使命 前往地形複雜的地下城中 練功打怪一步步培養自己的實力 戰鬥中能運用弓、法杖或是巨劍等武器和敵人迂迴戰鬥 每種武器都有各自的戰鬥風格 考驗你對敵人的熟悉程度 我們的回血手段非常稀少 因此請務必善用翻滾 並在敵人頭上出現攻擊符號時即時反應 否則一路辛苦累積的裝備可能會化為烏有囉 如果真的打不贏也能夠使用怪物掉落的寶石 來雇佣NPC 幫你一起作戰 一起攜手擊敗大魔王拯救世界吧 由《智慧之眼》工作室推出的 《Hexa Hysteria》 是一款以故事沉浸為重點 加入3D 普面的音樂節奏手機遊戲 關卡內會有六條普面隨著音樂改變位置 我們要一邊觀察音符的類型 一邊注意普面移動的位置 玩起來難度相當高 音符有點擊、長按、連續點擊、上下滑動等類型 按法就和絕大部分的音樂遊戲一樣 不過當普面圍成一個圈的時候 音符會成放射狀飛出去 平常習慣下落時音符玩法的玩家 看到往上飛的音符一定會突然手忙腳亂 一開始就想挑戰高難度的話 小心手指打結喔 遊戲內還有多個收藏品要解鎖 只要完成關卡就能夠獲得解鎖鑰匙 試著把關卡通通解鎖 找出故事背後真正的含義 台灣獨立遊戲團隊區兵遊戲工作室 以兩人之力打造的手機遊戲新作 UFO99 是款用點零碎時間就能夠開心玩的小遊戲 我們可以選擇數十種可愛的角色造型開始遊戲 玩法非常簡單 只要在時間內躲避方塊怪物 收集鐵錘攻擊他們 危機的時候點擊畫面右邊的按鍵 使用無敵衝刺躲避敵人攻擊 最後看看在這短短的一到三分鐘內 你能夠賺到多少分 在排行榜上與人一較高下 有時關卡內會飄出魔鬼鑰匙 拿到後就能夠進入魔王關 挑戰可愛又大致的頭目 把儀式的UFO99 珠穆寶石 通通都收回來吧 遊戲最多支援四名玩家面連遊玩 一起來躲避著一堆子彈 享受簡短又刺激的樂趣 親愛的農場 My Dear Farm 是一款可愛風格的經營模擬手機遊戲 我們將扮演一位剛繼承爺爺農場的農夫 要經營並打造出自己專屬風格的田園 在商店購買想要種植的農作物 等植物長大後就可以收成並出售賺取金幣 也可以購買家具來裝飾農場 安排物品位置並錯落有致的布置環境 還可以裝扮自己的角色更換服裝、髮型 每隔一段時間還能領取郵件禮物 用寶石來擴大農場 或是升級來解鎖更多的裝飾物 隨著經營規模逐漸提升 心目中的理想農場也能逐步實現 在忙碌都市生活中隨時開始遊戲 也能享受到在農村生活的短暫悠閒喔 Soccer Rally 是一款讓你可以盡情 橫衝直撞的二對二競技手機遊戲 我們將駕駛一台經過設計改造的衝鋒賽車 在一個巨大的足球場上和隊友聯手 想辦法將球撞進門框之中 這裡你可以享受當個三寶 隨意的加速和倒車 直挺挺的撞上對方 擋住對方進攻的路線 同時謹慎的運用氮氣噴射 瞄準巨大的足球來個一發入魂 遊戲中還有許多強大的技能 像是發出陣波干擾敵人 或是使用強大的磁場吸助球等等 請好好配合隊友運用 特別踢出烏龍球囉 小萌科技代理的異世界策略攻防手機遊戲新作 光系傑宇 在台灣展開了三檔測試 戰鬥中我們可以召喚能力各式各樣的漁者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攻擊也有分範圍傷害 單體爆發 可以根據喜好創造出自己風格的玩法 角色上場時會釋放上場技能 會有一段華麗的演出動畫 想要加快戰鬥節奏也可以直接跳過 角色上場後就會開始自動作戰 若是被擊敗重新上場會需要冷卻時間 我們必須要掌握好戰鬥中上場的時機 故事模式有點像單機RPG 要操作角色在地圖中行動 除了主線任務之外 可以解支線任務拿獎勵 探索地圖也有機會找到寶箱和機緣 當主線任務卡關時 不妨透過召喚讓更多漁者加入隊伍 看看這麼生動的Live2D 一定要多抽幾個角色起來的 遊戲還有關卡挑戰等多種玩法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期待遊戲正式上市囉 由經典卡牌遊戲魔法風雲會衍生的手機遊戲新作 Magic Spell Slingers 最近搶先在東南亞地區展開了測試 這回我們將能夠運用熟悉的彭洛克們 組出一套30 張牌的卡組 運用卡片不同的藝能 和對手在魔法世界中較勁 本作保留了魔法風雲會的眾多元素 像是進攻時生物同樣有著敏捷快攻和飛行的效果 而對手一樣可以選擇使用哪些生物阻擋 大家熟悉的反制魔法則變成了陷阱牌 需要預先釋放 並在適當時機出發帶給敵人驚喜 這次的地牌直接改成每回合增加一點 各位土地公卡蒂狗有信心拿下勝利了嗎 由知名手機遊戲棕色塵埃衍生的新作 Brown Dust Story 現在也在日韓美加等地區展開測試囉 Brown Dust Story 是一款劇情像的RPG 以棕色塵埃的劇本和角色為題材 打造了以閱讀為主的遊戲體驗 我們要和女主角艾琳組成新手傭兵團 跟在旅途中邂逅的夥伴們 一起追查過去的事件和父親死亡的真相 隨著故事發展 我們會逐一邂逅那些熟悉的人物 並自動取得新的角色 遊戲設計了簡化版的戰鬥 可以跟原作一樣根據技能範圍 只能行動速度來佈置陣容 透過升級和升階來感受RPG的樂趣 喜歡宗作塵埃的香香角色或故事的玩家們 一起來Brown Dust Story 中好好欣賞吧 炎炎夏日如果想來點消暑的 試試看這款手機遊戲 《紙家一4 紅絲纏》 雖然這已經是紙家一系列的第五部作品 但不用擔心沒有玩過前作也不會影響遊玩體驗 這次的故事要從一個詭異的婚禮勤儉說起 傳說只要收到這個勤儉 就會有東西出現 因工作出差的主角 發現目的地正好是勤儉上的地點 因而展開了一連串的事件 遊戲玩法類似逃脫解謎遊戲 我們需要在各個場景中尋找線索以及道具 遊戲中結合了許多中國民宿文化和怪談 像是冥婚、指人等等 搭配上優秀的氣氛營造和音樂 玩起來真的會讓你含毛指數喔 遊戲中間 玩家的知識 玩家的感情 玩家的那些�e 玩家的知識 玩家的故事 玩家的魄 玩家的鬥蕙子 玩家的玩家 玩家的 68 玩家 玩家的玩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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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